一,索罗说过,要做一个哲学家并不是有深刻的思想,或者去创立一个学派就行了,还是要热爱智慧,并受他的指引去过一种朴素,独立,豁达和充满信心的生活。 真理也许不会使我们发财,却能使我们获得自由。 皮尔 二,某个研究领域一旦产生了可以用精确的公式来表示的知识,他就进入了科学的行列。 每一门科学都是从哲学开始,以艺术结束的。 它源于假设,忠于丰硕的成果。 哲学是对未知事物如在形而上学,或不能确切认识的事物如在伦理学或政治哲学中的假释性诠释。 它是追求真理的先锋,科学是被占领的徒弟,它后面是稳定的区域。 提二,三,科学是分析说明,而哲学是综合解释。 科学是画整为领,把有机体分解成器官,把绘色转化为明晰。 哲学家希望弄清楚事实与经验的普遍关系,从而把握它的意义与价值。 他抓住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综合解释。 他尽力把被好奇的科学家像拆钟表一样的拆开的宇宙再重新组装在一起,而且要比过去更好。 科学观察运动过程,设想解决方法。 哲学则对目的进行评议和协调,正因为我们目前的方法和工具在不断地增多,远远超过了我们对理想与目的的解释。 我们的生活才会喧嚣不安,却又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事实如果不与愿望产生联系便毫无价值,除非与目的和整体发生关系。 否则仅有事实是不够的。 只有科学而没有哲学,只有事实而没有价值观和对未来的展望,是不能把我们从劫难和绝望中拯救出来的。 T3 科学使我们获得智慧,而哲学使我们获得真理。 具体地说,哲学涵盖了五个研究领域。 他们是逻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形而上学,P3 5 爱陌生 当我们倾听天才的言论时,我们会回忆起自己在年轻时隐约有过和天才一无一样的思想。 只是当时我们没有口才或勇气把他们表达出来罢了P4。 6 当我们学会了怀疑,尤其是怀疑自己的信念和原则时,哲学便产生了。 P10 7 柏拉图真正的直觉和灵感的获得,不是在有意识的时候,而是在理智陷入沉睡。 或被疾病和癫狂压倒的时候,P26 8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不能把柏拉图所说的贵族与通常意义上的贵族混为一谈,我们不妨称之为民主贵族。 因为在这里,人人都是候选人,而且都有通过学习担任公职的机会,并不是在各个团体指定的傻瓜候选人中选择一个更不笨的。 这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世袭的特权,也不会有出身低微的天才受到压制的情况。 统治者的儿子和鞋匠的儿子在统一水平线上出发。 P30 9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事值得人们去奋斗。 这也就是正义、真理和美。 P34 10 无论智者派哲学或尼采哲学做过多么有趣的冒险,所有道德观念都是以整体利益为中心的。 道德起源于人际关系,社会生活要求个人为了公共秩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 行为的最终标准是群体的前提,这是造化永恒的安排,一个团体在与另一个团体的竞争中能否存在下去。 完全看它是否团结。 P35 11 背景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人分为三种。 这种思想对欧洲产生影响在长达千年的一个时期里,欧洲被一个类似于保卫者的阶级统治者。 在中世纪,人们习惯于把基督教徒分为劳动者、军人和教士。 教士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势力,其独身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因为一方面,他们不为狭隘的家庭私利所羁绊,另一方面,他们那种超越肉欲的姿态增加了世俗罪人对他们的敬畏,也使这些罪人更容易在忏悔室里向他们袒露隐私。 天主教的许多政治制度源自于柏拉图伟大的谎言。 中世纪的天堂,炼狱和地狱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理想国的最后一章。 经验哲学的宇宙观大多源自地脉无私篇。 唯实论学说就是对理念学说的一种阐释。 就连大学教育里的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都是仿效柏拉图著作中的课程设置的。 P36 12.柏拉图最大的不足,也许就是缺乏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意识。 他急切地要把这个运动的世界变成静止的画面。 他和所有怯懦的哲学一样过于堪中秩序。 他被雅典民主政治的骚乱吓坏了。 因而清是个人价值。 如同昆虫学家对苍蝇进行分类,他将人也分成不同的阶级。 他的理想国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僵化厌恶创新的一老世界。 他只有科学,没有艺术,只有秩序,没有自由。 他在名义上崇尚美,却要方逐创造美的艺术家。 这并不是真的理想国,而是斯巴达或普鲁士P39。 13.柏拉图学院侧重于数学、思辨以及政治哲学。 而亚里士多德的旅客昂学校则以教授生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为主。 14.简单地说,逻辑就是指正确思维的方法和艺术。 它是研究所有科学和艺术的方法,甚至音乐中也蕴含着逻辑。 逻辑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正确思维的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像物理学和集合学一样,可以简化为定。 说逻辑是一门艺术,它能使人们在无意中形成精确的思维方式。 就像钢琴家的手指在琴键上轻松自如地弹出优美的乐曲一样。 P47。 15.可难,苏格拉底给人类带来了哲学,而亚里士多德给人类带来了科学P50。 16.亚里士多德的行而上学源自生物学。 一切事物都是由内在的,自我发展的愿望推动的。 P55。 17.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人的独特优势在于思维能力。 人正是凭着这种能力才超越并主宰了其他一切生命形式。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发展思维能力能给人带来幸福。 除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幸福的主要条件就是理智的生活,这是人类特有的荣誉和能力。 P59。 18. 显然,中庸之道几乎是一切古希腊哲学流派的共同特点。 婆拉图持中庸立场,所以称美德为和谐的行为。 苏格拉底持中庸立场,所以将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 希腊期贤开创了中庸传统。 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迹下下,物极必反的真言。 P60。 19. 亚里士多德,一件东西的主人越多,他得到的照顾就越少。 每个人主要考虑的不是公共利益,而是自己的利益P63。 20. 马克思,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总是使统治阶级数量趋于减少,而使群众的力量增强。 最后他们会超过统治者,建立民主制度,P66。 21. 无论从什么角度考虑永恒的政治问题,我们都会得出完全一样的结论。 长远目标应由公众来决定,现实目的的手段则由专家来决定。 选择目标应该通过民主讨论。 决策机构应该由严格筛选出来的专家组成。 P67。 22. 培根,有一技之长的人蔑视学问,无知的人则仰慕学问。 只有聪明的人才善于运用学问,学问本身并不能教人怎样运用它。 这种运用学问的智慧只有通过观察才能获得。 它是在学问之外和学问之上的P80。 23. 培根,本性往往被掩盖了,但很少能被灭绝。 压制得越凶,他反抗得越凶猛。 教条可以驯服本性,习俗可以压制本性,但是不要以为人类彻底征服了本性,因为它可以长期潜伏,一旦有合适的机会或诱惑,必然会重新爆发出来P82,24,培根。 但深刻了解哲学的人却会回到宗教上来。 当人类的心灵只看到那些片面的原因时,往往会心满意足,不再深入探究。 但如果他们探索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就一定会升向天翼和神明P82。 25. 古希腊七贤之一比亚斯,爱你的朋友吧。 就像他将成为你的敌人,爱你的敌人吧。 就像他将成为你的朋友P88。 26.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简介中说,我们之所以能想到这个主意。 首先要归功于大法官培根。 他在一个几乎没有艺术和科学的时代,规划了一本包罗万象的科学艺术词典的蓝图。 这位卓越的天才在不可能写出一部已知事物历史的年代里,写出了一部必知事物的历史。 啤酒吧。 27. 培根深居高位的人是三重仆人。 君主霍国家的仆人,名声的仆人是。